好 今天的中间全球现场要来关注的是 美国宣判跪警导致这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 这名白人警官判处他2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更多内容交给心仪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前警官 肖文去年5月涉嫌执法过当 杀害致死这个非裔男子弗洛伊德 引爆全美反种族歧视 还有警察暴力抗议的浪潮 明尼苏达州法官现在宣判 肖文以谋杀罪名被判处22年6个月有期徒刑 路透报导检方要求判处肖文30年监禁 但是辩方则申请缓刑 根据明尼苏达州的量刑准则 法庭只能依照指控里最严重的罪责 也就是现在二级谋杀罪 对肖文判处最高40年刑期 但是因为这些指控都是来自于同一个事件 而且考量到肖文并没有前科 如果肖文在狱中表现良好 可以在浮完三分之二刑期当中获得假释 也就是15年之后可以出狱 负责起诉的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说 肖文的判决是美国成功起诉警察暴力的最高刑期之一 呼吁美国各地的执法领导将这些判决看作是改革的时刻 来看到一个最新现场的画面就是美国迈阿密 戴德郡大楼倒塌现场 现在官方公布死亡4人 11人受伤还有159人失踪 现场现在是派驻了结构工程师要确保 所有搜救的工作人员的安全 而救难人员他们是仔细的聆听断圆残壁当中的细碎声音 跟着这些微小的声音向前进深入整个倒塌的现场 希望可以找到生还者 根据佛州官方还有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说这栋12层楼高的滨海住宅大楼建在1981年 可是这栋大楼从1990年开始 就是每一年以2毫米的速度下沉当中 研究的作者说这数十年来的下沉 发现了希望可以了解当地是不是会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而并不是着重在建物的工程问题 现在大楼倒塌 他想知道其他建筑物是不是也处在危险当中呢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彭博访问当中说 台湾的安全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安全 路透社也报道岸信夫这个月初 告诉欧洲议会安全保障及防卫小组委员会 说大陆一直在大幅增加国防预算 而国际社会呢也必须要一起来向大陆表达意见 岸信夫当时还说有关台湾情势的稳定 对国际社会来说也很重要 而上海和成都25号通报 他们各自在通报一例来自台湾的新冠确诊病例 从18号到24号过去一个星期 大陆累计发现来自台湾的确诊病例多达了12例 无症状感染有两例 这不但创下了将近一个月以来的新高 而且还比前一个星期高出一倍 现在大陆对于确诊判定除了核酸检测结果之外 还会进行胸部CT检查 同时也会观察临床症状 以上海为例子 所有入境的人14天隔离期 还有7天的社区健康监测期间 三个星期之内至少必须进行多达6次的核酸检测 如果被判定是重点关注对象的话 还会适当增加核酸检测的次数 日本东京都新来通报新增562例确诊 说是连续6天比前一个星期同一天增加 而且是连3天比前一个星期的同一天增加100例以上 因此东邦大学教授就指出 东京的疫情出现了复燃的迹象 特别注意的是东京都的Delta变种病例数也在增加当中 至少这一两个星期内还会再增长 这是他提出的警告 对于周遭的奇遇线还有神奈川线 他也非常的担心疫情会再继续的严峻 因为到今天为止的一个星期之内 每天平均新增确诊是455.1例 是前一个星期的117% 连续两天都超过110%了 NHK报道 日本现在全境有十都道府县 因为疫情实施防止蔓延重点措施 其中首都圈就是东京都奇遇千叶跟神奈川线的确诊数 有再次增加的趋势 而往后一段时间专家也看不出来会让确诊数减少的原因 像是东澳开放现场观众最多1万人 但是东京都原定7月17号 7月11号要解除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 从现阶段来看到期限之前 其实要降低确诊人数很困难 冰岛卫生部宣布解除所有防疫限制 民众是可以不用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因此冰岛成为第一个解除所有防疫限制的欧洲国家 因为现在冰岛有87%的国民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而且最近两个星期的感染率是每10万人当中有1.6人 您想知道最大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吗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中天电视频道首页底下的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而在您浏览频道影片之后 也请记得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要怎么把中天新闻LINE变成好朋友呢 到主页的搜寻栏输入中天新闻 看到官方账号把它点下去 要就是搜寻ID 看到这个ID 中天新闻官方账号的主页 按下加入好友把它点下去 这样就OK啊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 透过中天新闻LINE 所有你关心的事情 你想要看的事情 中天上大星 随时带你赖在一起 支持中天 支持幼症的好朋友 现在疫情严峻 你可能还没有打到疫苗 但尽管如此 也请你好好的照顾自己 保护家人 在这边我要推荐中天 品牌合作红伴 JVITA 他们的JVITA 全能风胶浓粹胶囊 可以调节生理机能 促进新陈代谢 洋言美容帮助入睡 当然了 正常发挥所有的观众朋友 有专属优惠 现在买两盒送一盒 我另外帮大家争取福利 限定优惠500组 减费送营养师名准一次 还有台湾小农 纯天然美肝 佑正诚志地邀请您 来加入我的会员 让中天新闻 让王佑正永远正常 发挥 好 这一波疫情下 我们刚刚看到了 很多小吃店或者是餐饮店 早饭都说真的太难熬了 可是你可能没想到的还有补习班业者 补习班业者现在说出现了雪崩式的顶让潮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从5月18号三级警戒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下一波呢会到7月12号 但是很多教育业者都在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办法恢复营业 特别是这个协会补教教育 补习教育协会他们就讲了 说政府啊他们在6月初推出一个纾困方案 但是呢审核是严重筛车 所以他们目前看到了是已经有上百间的补习班出现顶让 特别是小型补习班 个人补习班是最难称的 原因是因为 现在呢如果说想要申请补助或相关的纾困的话 必须要有一些这个个人票账户上等等 来证明说你的业绩有衰退 但是就个人补习班来说 很难能够提出这种 就是所谓的有会计师来认证的相关的证明 换句话说他们就很难的申请到补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